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2年10月13日 利物浦挥军格杀物论 周四凌晨 欧冠联分组赛第四轮继续有好戏上演 深处A组的利物浦将做客挑战格拉斯哥流浪 格拉斯哥流浪经界赛事表现一塌糊涂 球队距离出局只有一步之遥 相信利物浦此行会送格拉斯哥流浪上路 谢拉特卸任主帅一职之后 格拉斯哥流浪的表现开始出现下滑 上季未能成功未免 经济联赛出段就在直接竞争对手歇路迪身上吞下四弹 可想而知此时此刻的格拉斯哥流浪球迷 是多么想念带领球队苏超不败夺冠的谢拉特 经界欧关联格拉斯哥流浪虽然外围 赛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分组赛 但分组赛遇到拿玻璃 利物浦以及阿基士也注定他们无运行 但意料之外的是 三轮分组赛格拉斯哥流浪竟然零入球 这条在苏超军场能够射入267球的攻击线在欧冠联赛场演变成小巫箭大巫一样 更为严重的是防守端频频被打爆 军场失掉三球之多 一碰见强队这条防线就被欺负到体无完肤 格拉斯哥流浪如今已经落后A组 第二位的利物浦多达6分 只要经账面对利物浦输球 球队便提前出局 但是根本找不到他们在经常比赛抢分的本钱 阵容方面 后卫约翰苏达和前锋汤罗伦斯都因伤眷情 利物浦应超赛场连续三轮不胜 开局只取得二胜四和二负的战绩 与开季前预计的联赛前二相比 交出这样的成绩单令人大跌眼镜 其实利物浦今下变动最大的莫过于是封线 将萨迪奥文尼送走 罗志达云纽尼斯基本留住其余主力的情况下 以高位破抢踢法为主的他们理应在配合上更为默契 可惜是与愿违 众所周知 高普的战术及其考验球员体能 利物浦阵中不断涌现伤兵状况 特伦阿利山大阿诺上轮受伤将休养两至三周 经常面对同组实力最弱的格拉斯哥流浪 高普或者会考虑轮换 让更多的主力休息避免再有新伤员 毕竟周末联赛有曼城这个硬骨头需要应付 利物浦一众将视心中有一股怨气即带发泄 既然在强强对话中不断受挫 那么对郑若旅就成为重新找回信心的好机会 班底实力上来看 利物浦高出格拉斯哥流浪不止一般 本轮走防守循环层2比0击败过的格拉斯哥流浪 利物浦定必将心中的怒火发泄出来 另外 为保帅位 高普应该会派出穆罕默德沙拿与达云纽尼斯的进攻组合 皆因这对封线组合迟迟未能踢出高普想要的效果 需要给予更多时间进行磨合 而其他获得出场机会的后辈球员势必会表现自己 争取成为利物浦扭转乾坤的关键棋子 阵容方面 还有前锋路尔斯迪亚斯等人因伤无缘披甲 感谢你的收听 谨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要点赞哦